這皇帝坐的啊 皇帝的那個 這個椅子 那就坐了嗎 不是嗎 喔有鬼是嗎 外國人有聽過清明節嗎 有有有 在日本也有 沒有 我不知道清明節是什麼東西 台灣人 祈拜祝賢的日子 很多人都會慶祝他們的先祖 然後他們會準備一些禮物送給他們 通常都是吃的吧 我知道我知道清明節 掃墓嘛 為什麼要有一個特別的日期 大家去掃墓 這個想去就可以去啊 晚上還可以掃嗎 天黑不敢掃墓 還多幾個情形 好久不見 怎麼它有一點白白的 有聽過那個橋 然後那個男生跟那個女生 一念一次可以在一起的那種嗎 就是清晰清人節啊 不一樣嗎 你的國家有類似的節日嗎 有 大概八月去的時候 每個公司都是收假 然後要去掃墓 拜拜 那個期間叫做 我們是都是拿花 茶那邊 在荷蘭沒有這樣的一個日子 但是我聽說在歐洲有一些國家過 是十一月二號 我們呢十一月二號的時候有 日子 很多人會去墓地 懷念已經不在這裡的家人 送給他們呢食物 一時食物啊 沒有 這一次我們沒有清明節 想去懷念 我們就會去 最主要的是 思者生日 或是離開的那個日期 回去懷念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去耶 因為很多墳墓嘛 你走過去一個一個看 然後有一些 這個活得很長久 這個很早就落室 對所以有時候會心情不好 墨西哥的精明節 我們叫 萬靈節 家的牙齒 我們覺得 國際的家人 那個日子回來 跟我們一起去飯 我們覺得 萬靈節不是很難過的日子 我們就是新出習慣 我們會在我們的臉上 有一個 然後我們可以去排隊 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典音 叫 Coco 黃色的話 Sempasuchi 它那個Coco的典音 我們覺得 如果你有那個話 你可以 跟國際的家人 有聯繫 哇 話音啦 有啊 其實馬來西亞的新明節 跟台灣的新明節很像 是我一年來 最累的一天 因為我要少很多很多的墓 大概二十幾個吧 從第一座山 少到第二座山 很多親戚 那天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到墳墓的地方去佈置啊 還有放鞭炮 我最愛的就是放鞭炮了 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皇帝做的啊 皇帝的 那個那個 坐的椅子 那就坐了嗎 不是嗎 啊 啊 很久以前的東西的感覺 不知道耶 是 Move 嗎 欸 真的不一樣耶 我們都是這樣 這樣 一個 這樣子 你要去哪裡 哈哈 去喝咖啡 那個是墓地 小小的 台灣的很小 那邊會有很多個 都住在一起啊 所以你大概會懂是哪種地方啊 我之前在花蓮的時候 打工花束我 我家旁邊就有 很多個 所以我每天都會看到 我看過我看過 我之前就說 欸老公你看什麼啥 然後他說 欸你不能 那種 那個 就是 人家 死亡之後 就放在那邊 然後就是可以去那邊 拜拜他們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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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 粉墓對不對 在荷蘭有這種 但是不是很那麼大 是比較小的 第一次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很confused 我覺得是一個 Memory的地方 嚇到了 非常shock的 我知道啊 這個就是墓啊 墓墓的墓 對 我常常回家都會路過 所以你住在墓墓旁邊 墓墓的山上 因為 比較便宜 因為沒有人敢住 對 那你在台灣沒有看到這個 有晚上常常去 爬山啊 跑步 啊有些人說 欸你不能跑步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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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我說為什麼 我不敢講啊 我說有什麼東西嘛 哦有鬼什麼 說了他會來是不是 好就哦有鬼有鬼有鬼 幼稚鬼 你的國家崇尚的安葬方式 我覺得最普通最流行 一直都是圖墻 因為我們有很多 SIM Terry 那你呢 呃我是希望可以圖墻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作法 真的 蠻可怕的 騷人就感覺很奇怪啊 我就很嚇到 火葬 基督教比較多 所以火葬為主 哦不行 我覺得很奇怪 那個灰會放在坟墓裡面 或是家裡 或是找一個封建好的地方去撒 那你呢 呃我嗎 我不想聊這些啊 這個很 嗯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耶 我還是不急耶 我現在有事情 我 有空我再想一下 有機會啦 有機會 都是火葬 我們家也是 那你 沒有想過 應該我不會死 這邊喔 兩拍的 都來變秘密 超前 義大利的話 我們都會在土地 因為在義大利家人都會一起 會有一些地出 然後都是同一家的人 所以我應該就會搬到那邊吧 跟我阿公阿嬤 在荷蘭一件有型組長 但是現在比較有型活長 因為荷蘭人要仔細確定 他們之後的神奇發生了什麼 所以他們不要在底下不然 其實在馬來西亞呢 土葬跟火葬是比較常見的 那麼我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火葬 因為我要看以後我火葬完了 會不會有設立子掉出來 各國的生死觀是怎樣的呢 義大利人都是天誅教 羅馬有教宗 天誅教最重要的人 這算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爸媽媽他們都會相信 死掉以後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可以到天堂 為了可以到天堂 每個禮拜天會去教堂 跟神培養感情 我... 我很久沒去天... 我很久沒去教堂 我好像至少有三年吧 之前是被我媽媽強迫去的 二十幾歲以下的人 基本上都會覺得 我們死掉以後 沒有要去別的地方 我們就沒有未來 以前很怕死耶 親戚過世了 就哭得很嚴重這樣子 都很害怕面對死的這一關 可是當我知道只要死了就會有生 然後有生了就會有死 我就不會再害怕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相信賢士 追定我們的生命多種 如果時間到了 他叫我們回家 讓我們跟他一起在 然後我的國家 制止安勒斯 因為荷蘭人覺得他們應該可以 直接追定他們的生命多種 很多人從幾大國家會特別去瑞士 是安勒斯 全世界第一個國家是合法的 當那個病人 他很痛苦 我覺得可以 解受他的 最後的一個願望 瑞士有安勒斯 很多年了已經 問題是瑞士的自殺率還蠻高的 我之前工作 我們實驗室在一個高橋下面 有時候有人會來跳 有時候來上班就可以看到 尸體 每個人的對生死看法不同 主要是家人會想念你 或是朋友會想念你 如果有機會見到已是家人 你會說什麼 如果我有機會跟我的宿舍說話 我會問他們 如果你們在這裡生活 你想要做什麼 我就會幫他們做 他們想要的事情 最近我的爺爺過世了 但是因為疫情啊 簽證啊 就我回不了家 而且爺爺他還在活的時候 跟媽媽說 這個年底 讓醫師回來 想見到我 所以我真的很想 跟他抱歉 還想說謝謝 一直照顧 這樣子 おじいちゃん ありがとう 我就會說很抱歉 你們活著的時候 沒有落抽時間去陪你們 因為我們 每次都很忙很多事情 沒有珍惜那些時光 人走了就留下遺憾 所以我會覺得抱歉 對不起 所以我建議大家 要珍惜家人啊 有空過去看